我是黃子嬌 現在看到的是雙人組和有機人 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很奇妙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很搞怪的雙人組 然後每一首歌都還蠻可愛的 比如說呼拉圈 然後比如說三里老鼠 其實都有一些梗 比如說三里老鼠 其實就是三里老鼠 三里老鼠 呼拉圈就是要減肥嘛 所以你要靠腰 呼拉圈減肥之類的 就很白爛 然後還送了很白爛的貼紙 我覺得他們很可愛 希望他們能夠更紅一點 大家多幫他們加油囉 這個是舞娘俱樂部 其實我也還沒有看電影 不過裡面的第四首跟第八首 我都覺得蠻好聽的 當然本身柯里斯丁就很會唱歌 那再加上這個年過半百的 真的是超級天候雪兒 那更是沒話說 兩個人都很厲害 有一種鮮拼鮮的感覺 Michael Jackson 這是他的遺作 當然裡面是有很多 試唱帶來組合而成的一個專輯 那重新的編曲跟包裝 不過還是有很多他的精神存在 我個人喜歡第四首跟第七首 講到搞怪呢 Circus是當仁不讓 他們的第一張專輯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因為之前也看過他們Live的表演 還有EP 那我就一直很期待說 他們是不是能夠做出一張 真的很符合Circus精神 而且也比較獨特的 我覺得這張就有達到這個感覺 那我個人喜歡第四首 好的 接下來是這個 強納斯兄弟的落成生活 原生帶 基本上你知道這就是很美式的那種 那種你知道你知道 對就那種帥哥 OK 很pop的歌曲 不過第二首跟第八首 我覺得也是還是滿好聽的啦 就是 雖然我不是迷戀帥哥那種 好 每個月在Circus雜誌 我也有樂評的專欄喔 那麼也有相關的歌曲更深入的介紹喔 See you